192年末,引人注目的凤丸花轿正摇摇摆摆台向紫禁城,狭小的轿子里载着一位笑盈盈的家人,宛容。 她就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后,红艳艳的喜帕阻隔了北京大街小巷的非议和混乱,外面的纷纷扰扰都与她无关,生性活泼烂漫的宛容满心期待着婚后的生活。 似乎整个时代的悲歌似乎唱不进美娇娘的期待里,然而她却不知自己也只是淹没于时代的一件小小陪葬品罢了。 少女的幻想很快就被打碎,洋溢在脸旁的幸福效应自1924年离开紫禁城后消失。 讲历史故事,误人生智慧,欢迎关注硬河王探长。 此时谁也无法预料踏出紫禁城后,恰着宛容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 起初拥有大好岁月的花季少女,一步步被历史扼住后半生,被至今抛弃,被世人所唾弃,最后陪伴在尸首边的是那只黄色象牙烟带。 末代皇后的故事永远只顾于延吉监狱旁的臭水沟,末代皇后的碑歌。 1945年的年末,彼时的延吉已经是甚人的低温,北方呼呼作响的狂风同时吹荡在延吉监狱里。 这一年来了一个怪异的女人,她衣着破烂,仍在举止间表现出良好的家教。 只可惜这么漂亮的女人却有个怪病。 每每发病之际,她总是满地打滚,尖声吼叫,然后把枯朽的手伸出铁栏杆外, 企图拽住路过的看守要鸦片,整个延吉监狱都回荡着她发狂的嘶吼。 这样的戏码一天之内得重复好几次,往往惹得玉卒发怒狠狠抽她一顿, 或是等到她精疲力尽了才回归安宁。 后来看管监狱的李氏兄弟知道了这个情况, 总在夜深的时候偷偷摸摸来看那个女人,偶然烧上一碗浑浊的水。 女人喝下就会快速平静下来,原来那是水里掺了鸦片用来缓解毒瘾的。 是什么样的身份背景可以在监狱喝上鸦片水? 后来,监狱里的其他育友才知道,她就是紫禁城的女主人, 我国最后一位皇后,郭卜罗婉容。 作为皇后的婉容,一出生就拥有显赫的家世, 她的双亲都是尊贵的贵族噱头。 父亲郭卜容元,主管清政府的内务府, 亲生母亲爱心绝罗氏,是皇族,更是大名鼎鼎的四哥哥。 令人惋惜的是,四哥哥在生产的过程中沾染恶极而逝世。 小婉容失去了母亲的庇护与陪伴, 但这并不影响婉容一出生就是人人亲献的满洲正白其人。 万幸的是,后来父亲再娶的横香将婉容势如己出。 同时,不若其他婉清世家大族的封建思想, 父亲容颜对教育有着超前的思想。 他自始至终坚信的男孩、女孩都应当接受完整的教育。 所以他为女儿找来最好的先生, 又带孩子稍长,便送到天津的美国教会学校。 父亲又聘请美国人任萨姆女士,指导婉容学习外语。 在学校里,婉容不似大家闺秀的拘谨性格。 他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。 这样一位活泼可爱的女子深深受到老师、同学间的喜爱。 并且在父母刻意的熏陶之下,传统亲戚书画那是一样不落下。 在父亲前瞻性的培育过程中,让婉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和性格。 遗憾的是,虽然1912年大清已父王,但是深耕在新的封建思想已尚未除去。 在这些规矩的约束之下,这位如花娇俏可人的少女仍旧逃不出封建的洪流,同那时代的其他女子一样被其所淹没了。 后宫无法逃离的辞尽命运。 1922年3月初,虎仪望向桌面一落落名册,搔了搔饱饱受困扰的脑袋瓜。 她以为例后一事听卷了那些纷扰。 未来皇后应当出于这些名册之内,里面步伐有名门之女。 将门之后,他们的共同之处便是高贵的血统。 人人都对于她立后的对象发表意见,因为此时她的抉择显得至关重要。 溥仪清楚自己其实无法选择真正心爱的对象,毕竟这时候自由恋爱并不为人所接受。 再次回想起这些天的闲言碎语,她的头隐隐作痛,索性干脆胡闹一次了。 大手一挥,燕红的圆圈顺势化下,大清的皇后就此尘埃落定。 名册上赫然圈着厄尔德特是文秀之名。 1922年11月30,实经八个月的筹备与策划,捕一大混。 谁曾想,新娘居然变成了郭布罗氏婉容,那个未被圈中的女人。 为何婚礼上新娘得调换为婉容? 并不是偷龙掉缝的戏码,而是一个帝王的妥协。 因为婉容的外貌,生育远胜于相貌身家平凡的文秀,所以由她做皇后。 彼时随着年岁的增长,婉容出落得越发标志,成为了婷婷玉丽的少女。 婚后,婉容也借着橘色的容貌很快地获得丈夫的喜爱。 新婚的那些日子,溥仪和她仿佛是一对神仙眷侣。 婉容过去异于他人的生活经历,为久居深宫的溥仪带来新鲜感。 他俩会在纸条上留下专属的摩斯密码,以英语诉说彼此的情感。 对于溥仪最初一见清新的文秀反而被隔阂在外,始终无法参与的文秀对此埋下委屈的种子。 1924年10月,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。 此时尚居于紫禁城内的三人被撵出宫外,奢靡的生活不再复发。 最终,溥仪只得带上唯一的皇后和贵妃搬进位于天津新的寓所,展开全新的生活形式。 天津的住所和紫禁城实在无法相提并论。 狭小的居所塞满了三个人的争执。 往往溥仪选择站在婉容这一侧,并责骂文秀挑事。 长此以往,文秀尝尽苦楚,再也不愿意尾身于溥仪。 他大胆提出离婚,彻底结束了这段令文秀万般委屈的婚姻关系,并签下离婚协议。 原本以为溥仪和婉容就此过起真正快乐的二人世界,却没想到这只是婉容悲惨晚年的开端。 溥仪被文秀提离婚的举动重创自尊心, 曾经的异国之君怎么会连家里的女人都无法管理得当? 滔天的愤怒使溥仪开始针对妻子婉容,他认定这一切的耻辱都是因为婉容善妒。 无辜的婉容承担下所有责任,溥仪过往的宠爱不在。 思想前卫的婉容当然不愿意受这些委屈,导致两人的关系日渐恶化,情色和明的日子仅存于回忆。 最后的黄色象牙烟带,从丈夫万千宠爱的位置跌落,婉容无处消去自己的委屈。 他学起父亲当年缓解痛苦的方式,吸打烟。 那时女子吸烟未为一世风潮,溥仪对此没有过多干预,甚至会帮婉容点大烟。 她的烟瘾极大,甚至为自己定制了一款象牙材质的暖白烟斗。 那烟斗上面刻着她的名字,似乎暗示了持有者的命运,如烟消散。 随着日复一日借烟逃避生活,他很快地发现大烟根本不能带走负面情绪。 为了让自己逃避现世生活,他寻求更强烈的解脱。 最终还是抽起鸦片,沾染重瘾,并且为此丧命。 过往为人称赞的容颜,被烟,毒品影响,双眼凹陷,发量稀疏。 整个人显得特别憔悴。 1931年底,当为满洲国的特务川岛芳子来到婉容皇后的居所,奉命带婉容前去满洲。 对于这个皇后,川岛芳子没有一丝敬意,她用力拉扯婉容向门外的车走去。 婉容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彻底爆发,歇斯底里地怒吼自己积累的情绪。 丈夫为何向日本人屈膝? 文秀提出离婚的责任与她何干? 可惜这些咆哮也只是徒劳武功。 川岛芳子压低声量威胁皇后,若是她再不配合,将永远无法与丈夫团聚。 迫于无奈,婉容仍旧被日本人强制挟持到长春,开启后半生被监控的日常。 监禁的生活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。 此时的婉容已经不再是尊贵的皇后,她的精神状态恍惚终日抽鸦片。 为了逃避痛苦以及报复自己的丈夫,她与贴身侍卫发展禁忌的关系。 婚外情所生的女儿夭折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她放弃逃亡,放弃婚姻,放弃活下去的念头。 1945的8月,苏联军队借由8月风暴的行动中攻占满洲地区。 婉容被提早转移,所以未落入苏联手中。 但是在转移过程中她一无落脚之处,她孤身一人像包裹一样被来回运送。 作为丈夫的溥仪,此时已经完全舍弃她,对于妻子的生死毫不在意。 万念俱灰下婉容只能顺服于命运。 或许这次真的逃不掉了吧。 她绝望地这么想着。 果然,她的后半生轮转于各地监狱之间,一路经历的地点甚远。 通话、长春、永吉、敦化、严吉都曾经有她的足迹。 关押在吉林严吉监狱时,李延田、李延霞兄弟二人作为管理者。 听闻了皇后的遭遇以及目前处境。 受救教育影响的她俩暗自商讨,对于皇后应当尽量宽带。 李氏兄弟在自己权限以内尽全力帮助婉容。 因为听闻婉容然有毒瘾,她俩甚至把鸦片稀释后掺水供应她食用。 希望借由这点善举,缓解婉容皇后毒瘾缠身的痛苦。 可是限时限量的鸦片水根本无法解决她的痛苦。 兄弟俩出于善意的举动,反倒将婉容的精神状态推至崩溃的极端。 她终日在清醒与迷幻之间摆荡,像没有灵魂的布娃娃任人宰割。 日复一日,生理与心灵的双重打击之下,她慢慢走进死气。 1946年6月20日,大清末代皇后婉容逝于吉林监狱。 可笑的是,贵为异国之母,仅有烟斗作为陪葬品。 甚至没有人前来操办身后事,连遗体都以草稀包裹,潦草丢弃于水沟边。 婉容的一生充满传奇,虽然她尝试跳脱女子的束缚,却只是把自己推向更深的地狱。 她的存在成为后事茶余饭后的消遣,终究成为自己最不喜欢的模样。 婉容的水沙上像居座经病了。 婉容的水沙上居座经病了。 婉容的水沙上居座经病,集成为魔性竹筹链老港。